這樣嗎 可以 古時候傳下來就是在 針灸同仁的表面 我們把穴位定在 它的體表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學生知道這個穴位以後 他們在病人身上 紮症的時候其實他沒有辦法 知道裡面到底是肌肉還是神經還是骨骼 所以他要透過一次 兩次三次的 嘗試錯誤的方式 才能知道它正確的位置 是在什麼地方 那如果有一個VR的呈現 我們在下針之前我們知道 我們下針的方向下針的位置 還有我們下針裡面的骨骼神經肌肉 確實位置在什麼地方的時候 那對學生的一個自信心 還有練習的一個方式 我想應該是有示範功倍的一個效果 大一一上鋼穴完接骨 然後再渣之前我都會再三確認 那個穴位的那個位置 就是比如說這兩個肌肉中間的縫啊 或是在哪條血管的旁邊 之前我上接骨課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想說可不可以看看 針刺的深度 但是在那個大體上 其實它那個就是有些水分已經跑掉了 所以比較沒那麼準確 老師教定位的時候 它只能在表層去幫我們做定位 那比較深層的一些肌肉血管骨頭 其實都必須是真的扎了以後 才會有感覺 如果說我們已經知道你的骨頭 像對位置以及神經血管 其實你也可以避開那些可能容易出血的血管骨尾 我最喜歡它的點就是 當我們競爭的過程中 它的左手的遙控器 它會顯示出究竟我的針尖 它已經到達了哪一層 我原本不知道說我這針下去 到底會不會碰到這個動脈 我透過VR 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說 我這個角度下去是不是安全的 那我要透過怎麼樣的方式競爭 可以避開血管 又到達我希望到達它到達的位置 我是日本人的創意 你是日本人的創意 你是日本人的創意 不過你也是我喜歡的 Ew. 寄人的創意